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说李扬 这个本来呢 咱就不想再说了 但是呢 他正好给了个话邮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今天传出一个新闻 因为前一阵都说他在家暴嘛 他的家暴 然后你看李扬的美籍妻子Kim 日前在微博中表示 准备去法院诉讼离婚 此前一个月 咱们导演可以出出他那几张照片 就是说 你看此前一个月Kim多条微博 谈到打算跟他协议离婚 但是遭到 据说是遭到李扬拒绝 对此李扬助理表示 你再看下一张 李扬知道Kim打算离婚这件事 今年八月底 就刚才他就发出多张被家暴受伤的照片 9月10号 说李扬 这是李扬一家人 孩子 说他教育 拿他研究中国教育的出路问题 拿他的孩子 李扬首次在微博承认家暴一事 而且道歉这都知道了啊 其实为什么我说呀 他这个离婚的消息也不重要 其实我也不是说要讲李扬 李扬跟我还是老相识了 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这个老同事 我们当年广东电台啊 我们是一个走廊 他是英文台的 播音员 那个时候他刚从新疆来 我还记得还跟我们表演节目 学外国人说话 学的确实是非常像 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主持人介绍啊 就说 这是一位老外朋友 我不会讲中国话 他就学那个腔调 我们还以为是真的 就给他骗到 就学这个腔调 所以我说也不是说他 我是说呀 你们两个都看了的一个节目 我就是 我其实介绍大家呀 都应该去网上啊 看看这个节目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你看咱们凤凰卫视多有心雄 让大家要再看看 中央电视台的做的这个 很好的节目 是柴静 是吧 这个这个女记者 访问这个李扬 为什么 我觉得啊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啊 我很想说说这个事 因为李扬也很坦白 他怎么想 他就怎么说嘛 对吧 我是说李扬让我想到一种人 就是我们在一个特 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吧 我们特定的一个历史阶段 在咱们这个土地上 养育出来这么一种人 绝不是李扬一个人 你觉得他不是个案啊 他是中国人某一种 他讲的大概不是说我们他们那一代人都都家暴 而是说他是那种人的有种特性 有种倾向 这个我简单说吧 这种人有一百种特点 我简单说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呢 在今天的交际场上 甚至我个人生活当中 我经常遇到 而且呢 甚至我就无数次被这种人忽悠 你知道吗 我当然不是说李扬啊 我说他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 你看你比如他老婆Kim 在那个央视这个节目里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他说他呀 这个你看美国人就觉得很难理解 他他是要拯救中国教育的 他每天都要想着这些问题 怎么样能让中国十几亿人都能够会说英语 他说但是有一个地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老婆说你们记得那个细节吗 说坐飞机的时候啊 这个李扬啊 有意的就不上飞机坐在那 为什么 他要听机场的人叫他的名字 有点李扬旅客没上飞机 李扬旅客他听着很享受 甚至就跟他老婆说 我这个我就实在是觉得难以接受 是是 你们也都看了吗 是 你有你有什么感触 我觉得好好熟悉啊 好熟 对不对 你想想我们身边多看多这种人了 真的 这是一种自卑的 你说到轴上了 外界肯定的方式来肯定自己 变成他是一种自卑 所以他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 他某种倾向 刚开始他逃避嘛 后来他出来的面对 我觉得他某种倾向是认为 焦点终于又回到他身上了 所以他 可以出来讲这件事情 在台湾或很多地方他是逃走的 或者是他会觉得很羞愧 我被我老婆这样说 或是被大家说 他是个会打女人的男人 但李扬倒是还挺坦荡的 因为我觉得是一种 他终于觉得 SPA light又回到我身上 你们大家又来访问我 又来问我到底我在想什么 我又被拱着了 虽然不是因为英文 是另外一位原因 但他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是说 你们来采访我了 我就来告诉你我想什么 所以这是一种还蛮扭曲的 我不好意思 我个人认为比较扭曲的 一种自卑的一种心情 而且在心理学里面打女人 就是会出手的男人通知自卑 因为他讲不过你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被你压住了 在言语上我被压制了 我觉得我太弱小了 只能用打来表示说我还是强大的 我是盖过你的 你看他说的很引起我联想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讲李扬本人 我是说他接受的柴静的采访 透露出来的这些个话 让我想到我生活里 碰见过的另外一些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说 他外界评论李扬的英语教育 你教英语嘛 他都说跟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他这种人一激动 他会以为他在拯救国家 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种人 你知道吗 就是甚至就是说 他一激动啊 这只说你看他喊的口号 大家跟着我用英语喊 我们要占领纽约 占领东京 占领莫斯科 你要占领全世界 你要干什么 就是你这么 就是红旗插遍全球 好像就是说 而且你知道 就是我因为是做媒体的 在内地做媒体的 你知道我不知道 碰见多少个人 跟我呀 脸红脖子粗的 尤其是喝多了 还跟我讲啊 问他未卑未敢忘忧国呀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就被这种人忽悠 你就因为咱们是傻子吧 就是说这道理没错吧 很对呀 胸怀天下呀 说的都很对呀 没什么不对 那就听人家的吧 可是你到后来 你就发现 他说的跟他的这个私人的 这个为人处事啊 完全不吻合 是吗 是割裂的 你比如同样这种人 你不要说是什么暴力或什么 就我知道吗 同样这种人是吧 强奸女同事 女下属的事情 他也干得出来 那么你 你怎么想 后来我就讲 他说的这个自卑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未卑未敢忘忧国 我经过了20年的苦思 我终于明白了这句古诗真正的意思 我我我我我自以为 我给你们解一解 我给你们解一解 为什么要忧国呢 因为卑卑 你记得吗 忧国是手段 卑卑是原因 他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吧 他是拿忧国呀 解决他社会地位 或者他自觉卑微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 你比如说一个人啊 我不能说 我要成功 你们都尊敬我 女人们你们都喜欢我 你要这么好招 没人搭理你 对吧 你必须得说 我们都 我都是为了你们的 你们知道你们人民多需要 我们得解决你们的人民群众的问题 大家才能佩服他 大家才能跟着他干嘛 觉得他特别有理想的时候 对啊 那么直接他跟着他干 他到最后他满足了嘛 你们都注意我了 我这个社会地位卑微的问题 解决了 但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现象 我前程在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 才讲到中国人有某种把一些情感抽象化的倾向 比如说为什么曾经有一些事情 我们觉得杀人不算杀人 就觉得叫消灭阶级敌人 但其实你杀的是眼前一个活人 你刀割到他喉咙的时候 他会流血 他会叫 那一刻你怎么样把他看成 他不是一个具体的活的动物 而是一个叫做抽象的概念 阶级敌人呢 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种能够把这些是抽象化的人的能 这种能力啊 就在你说的那种人身上很常见 包括李扬也是 比如说我们注意一点 他在财经那个访问里面 他提到说他对待孩子 生孩子跟家庭 那是一场实验 那很多人就说你太没感情了吧 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没感情 不一定 但是起码他要把他说成这样 他为什么要把他说成这样 他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特点 这一群人就是 想把很多事情放进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 自己是在那个宏大叙事中的部分 他不能够承认我有凡人的感情 他不能够说我爱我的孩子 我看到他怎么样 我爱我太太 他必须说 这个爱是种实验 这样子这个东西有说法了 而这个说法是升华的 是高贵的 抽象的 非平凡的 超凡入胜的 然后而且还奇怪的就是 他那种感情也是抽象化的 他们一方面要求自己做到 所以有时候真做到了 就是像你讲的 他一喝醉酒的时候 什么国家 天下 非洲局势不稳定 都来了对不对 但是真的一个活人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可以没有感情 比如说这一头的时候才对着一个服务员盘子整个摔过去 他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来自农村 哎呀他就是你要拯救的那些 散无数的中国人之一 然后回头就可以说中国人太苦了 是不是 他太抽象了 没错没错 所以他把它放在一种 就是说是不是整一个那个时代 我不知道就是中国那个时代 就是说他只强调大大我没有小我 所以你不敢 就是他说他从小也不敢跟爸爸有个人的感情 就不敢抱他爸妈 或者他爸妈给他一种高压的教育什么 就是说在我的生长环境里面来说 我从来没有 对不起我没有那种所不所谓国不国家 对对对 什么大中华民族 在我80后在台湾 对不起我没有 有时候我们现在还在反省说 我们在台湾反而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你没有那种为人人的感觉 反而都是为自己 我为人人 没有我为人人 就是我在小时候教的就只是告诉你 主要听你表达你爱一个人的感觉 你怎么去表达你爱妈妈 爱同学 爱你男朋友 但是没有去告诉你说 你怎么去表达你爱民族 没错 就没有 在这方面我反而是不习惯的 所以我这样讲我会觉得很别扭 但是你看 我恶心了 我会这样子感觉 是但是你看台湾的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很友善 是吧 没有多少人喊叫说为了全社会 为了全台湾 但是台湾不错呀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 你看我们曾经塑造出一种人 这种人其实不是人口的大多数 就他以公拿来做聊天的理由 对吧 就像你说的这个大我 可是这个人呢 有头就有尾巴 往往在外边老撑这个大我说事的人呢 他这个小我就变成特别龌龊阳暗 你这样吗 咱们先去远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这种抽象 刚刚讲那种抽象的大爱 抽象我睡那阵子不是老大老说什么大爱无疆的时候 这种话其实我不太爱听 别讲什么大爱无疆 你看好你家邻居 你街上有人给车压了 你救他就行了 别大爱了 是是是 就小爱就够了 没错 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人呢 老实讲就是我说人家别人 我后来我要反省我自己啊 我现在是四十几岁啊 我是近些年你知道吗 跟你们这些个知书达理的接触多了 不不不 自己也加强学习 我才稍微啊 我还算学了学得了一点后天的教养 你知道在我大概是二十多岁三十岁 甚至到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就是什么 就我们会觉得就是我有一套话呀 是给社会人说的 是给你们说的 对吧 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个电台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怎么办 我就哎 我是那一套话 可是我现在想起来 在私人的这个方面呢 好像又是一种跟动物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也干过这个事啊 把这个女孩啊 诱到自己宿舍里啊 那也是拉拉扯扯的那东西也是接近于性骚扰的阶段呢 我我我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很粗野的一个人呢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男孩子的汪汪都这样 都这样 很多人是这样 我想我这几年没这个勇力啊 觉得这里很危险 还是赶快回台湾吧 好险有镜头灾 还可以做这 我现在皮软了 皮软了 现在只有你征服我才准 只有你应来了 那么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啊 你说这是那一代人而已吗 我觉得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一代人他们身上的这个东西啊 现在仍然保留在教育系统里面 比如今天我们教小孩的时候 今天大陆教育不是也是给他一套假大权 假大空的这套道德理念 最近因为黄越 就是人称小月圆黄越 他那个世界 大家都说什么要加强道德教育啊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可能越教越坏 因为学校教的东西 大家本能上觉得 那就是一个用来说的一大套的东西 日常生活实践跟这个是完全无关的吗 是断裂的 所以这里面呢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你讲的 他那种想听人家喊他名字 这是把自己融入大我一方面 但是同时又想突出个人的英雄感 是是是 这种英雄感特别强 或者这个有些人像李扬 他可能是特别想当英雄 但是一般老百姓心里面 有时候你也常会遇到一些人是 想成名 想被注意 从微博上想多点人关注 或者你跟我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有时候有人聊天 刚认识 比如说可能飞机上见着了 讲几句话 很奇怪 才跟你刚认识没多久 就普通一个乘客观众 他说 哪天我可以上你们节目 对不对 我就觉得好奇怪 你干嘛要上节目呢 上节目要做什么呢 有什么好 你觉得你要说什么话很特别 或者你很值得被注意吗 还是怎么样 但那种想要成名 从最低想成名 到最高想当英雄 这不是个很一以贯之的事吗 可是为什么是什么样的教育 让就是中国的人觉得 被注意 就是这么这么的不能 不宽大 就是有时候也是 我如果在微博上面做一些 讲我自个儿的事情而已 但就会有人说 你怎么不忧国忧民 太多的人 如果你在微博上面 干嘛每天就发你吃什么 你穿什么 你今天开不开心 他说你怎么只关注你自己 你为什么不关注一下 中国广大的民众 我觉得这个不要给我扣的帽子太大了 而且如果我在实践我自己 我爱我旁边的人 以及我有正确的价值观以后 我可以融入在我的工作当中 我讲出来的话 我觉得是正向的话 这就是一种影响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跟这些人 解释这件事情 而我反而要被骂 就是说你都不讲一些 国家政治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最近中国 哪里发生了什么激化 哪里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些事 好像只关注这些事 我的人生才有价值 就不是实践 就是有很多人心里有一种人物感 我又是个人物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他要的 他是不是心里觉得这个世界是个舞台 对 就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满足 他的人生价值在于 是不是能赢得最多的掌声 但如果这样你去做可以 就是如果你为了要赢得这些 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人做 大家都是讲 就只是会讲 我先骂你 或者我先讲你 我好像就比你高一等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种 这是两条线索 一条是自己想做一个像你讲的人物 英雄出名 这是一条线 这条线跟我们刚才说的另一条线 好像有关系 但现在还看不清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讲 另一条线是什么呢 就中国我们有部分人 特别容易去想一些抽象的大的事 忽略眼前身边的最细索的 是 繁长的感情的东西 所以就会出现 大家要谴责竹又婷 你太小姑娘了 你为什么不想忧国忧民的事 好 问题来了 那些叫你忧国忧民的人 他们都做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点很有趣 因为这种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价值判断 就是说你光做这些小事 你不看大的 这种话我常听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这几天有没有注意有一个新闻 不晓得什么地方 为了要救一只小猫 在大陆某个地方 结果当地政府出动三个部门 包括公务局 然后好像又拆掉了一些 什么公共的设施什么 就是为了救那个小猫出来 就我觉得很感人 那这事出来之后 后来网上的反应 你完全可以预想得到 有人就称赞 有的人就是说 有那么多人需要救 那么多人需要帮忙 你们不帮忙 去救这只小猫 那是干嘛 但当地政府回应 很得体 他说我们就是要救 就一只小猫 我们也救 那怎么样 我觉得说的很对 我想说这个例子 讲的是什么呢 我听过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讲 要保护动物的人 常常遇到一个挑战 说你们光救街上的 小猫小狗 你没想过中国 还有多少人挨饿吗 对对对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吃一个东西 最有趣的是什么 最有趣的是 通常谴责你们 不去关心国家 那么多穷苦地方的人 你说这些话的人 往往在我的经验 相遇的经验里面 他自己是什么都没做的人 而反过来 真的到偏远山区里面 去办学 去做社会福利 像乐师会 很多义工组织 这些人 他们反而不会谴责你 去救猫救狗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 我头一回来香港 我有个很深体 我看一清洁工在扫地 当时我们一个大陆来的领导 就发了一句感慨 说你看人家香港这个清洁工扫地 多认真 说他呀 他不考虑世界革命的事 但是呢他每天就把这个地扫干净 世界自然就会很干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你是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呢 我就觉得这不知道 是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就往大里聊啊 这事啊 是咱们的一种 就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你看台湾老一辈的人 你像银海光他们那种 我跟你说当年 包括辛亥肯定的那些人 他也是真的 就是为了国家民族 我就死 对吧 我要指出的就是啊 中国文化当中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啊 你看他出了很多劣势 也特别好 按说救国救民 也曾经靠这些哈 可是呢事情没有绝对的 这个就是 从相对来讲 另一面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情节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里边有 有一个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比如说别人忽悠我 你要胸怀天下 后来我能明白了 谁的天下呢 你的天下是政治 那允许我关心艺术吗 嗯 这个世界是多种多样的 是 你的你的天下是 是是是什么救国救民 那我的天下是这个 为大家生产粮食 像袁隆平 这个天下不重要吗 就多样化 这种人往往带来 就丧失多样化 可是 而且就是说呢 我觉得有的人 我就说说极端了 你像这个卡扎菲 按说也是一片好心 对吧 甚至像希特勒 你知道我就看见希特勒 临死前的时候 说的一个话 我认为这个里边的背后 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没给别人选择 你把你自己当成了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 为什么你 你比如说希特勒就是说啊 他们也都不管怎么样 德国人民已经以我之名成就了千秋工业 所以我死而无憾 那么你凭什么说德国人民要以你为名 实现了千秋工业呢 是 你征求过大家意见吗 你只是 对他也 他忽悠了 他有一种忽悠的方法 大家好像就 他也是代表了大家吧 就像我们有些记者 动不动代表亚洲人民提问 是 是 我不太同意 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东西 你觉得 因为虽然没错 我们从古到京都喜欢叫大家胸怀天下 但不要忘了 胸怀天下的起点在哪里 儒家看人讲教育 是撒手应对进退开始 真是啊 你日常 你连撒手应对进退都没做好 也是 你怎么心怀天下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